環球大半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今天網路讀播版本時間 我們邀請到方英格Ross 大家好 Ross今天來我們想要來聊聊中東局勢 因為最近中東局勢真的很熱 大家都在討論 尤其是15號 就是現在是說有可能最新會有一波攻擊 那今天14號所以日子非常的近 但是其實在15號真正到來之前 最近又發生一些事情 是哈馬斯13日正式的證實 以色列的商業中心拉夫維夫這邊 遭到了這個火箭的轟炸 是兩枚火箭 當時發生的時候 真的是可以聽到有這個轟天巨響 根據媒體的報導 這個其實哈馬斯是首次的證實說 這一起攻擊就是他們自己所做的 是他們證實的 那這當中其實有一個男性遭到殺害 兩個女性受到重傷 這是他首次承認殺害了以色列的俘虜 那為什麼我們想要請教羅斯 是說在這個開戰前夕 為什麼加薩準備要停火的前夕 為什麼伊朗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等一下請羅斯來幫我們聊聊 伊朗是真的有想要和談嗎 另外其實以色列的立場 我們等一下也想要請羅斯來跟我們做分析 因為我們覺得說內部好像也是出現了蠻多的問題 尤其是這10個月以來 包括了國防部長跟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 之間彼此的心結好像蠻強的 國防部長一直在批評說納坦雅胡 他這個胡言亂語 針對加薩局勢 不知道在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以色列內部現在 到底又是出現了什麼樣子的局面 納坦雅胡是真的有想要停戰嗎 因為接下來會有這個加薩的停火協議 真的有可能會停戰嗎 而且拜登總統他又說了 美國的角色也加進來之後 他說加薩的停火協議 如果真的達成的話 預計伊朗就不會攻擊以色列了 這個事情又有這麼的單純嗎 今天我們請羅斯來幫我們做分析 我們先來看到 羅斯你幫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哈馬斯發射了兩枚火箭 不是說要加薩停火了嗎 這個時候又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啊 好像我們離停火協議越來越遠 不是越來越近 那哈馬斯發射兩枚火箭 第一最重要的是他們要展現 他們還是有這個戰力 雖然伊斯利已經在加薩打了快一年 已經十個月對不對 但是還沒有完全擊敗哈馬斯 而且哈馬斯不管是在加薩北部 中部南部還是會有他的一些張力還存在 所以他們發射兩枚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幸好只有兩枚而已 所以他們的張力的確是在戰爭期間有受到影響 他們只有只能發射兩枚而已 是這個意思嗎 我認為如果他們將力更強的話 他們不會只有發射兩枚 可能會發射更多 但是他們還是要給伊斯利人 還有伊斯利政府 伊斯利軍方一個訊息是 他們還是有這個能力 這樣子的話會有助於 他們在談判中更多籌碼還是怎麼樣 不可能 就會熱虞伊斯利政府 還有熱虞伊斯利軍方 還有一般的伊斯利人 雖然很多伊斯利人支持停火 我們待會要討論停火協議 那伊斯利人已經受到 來自社會不同的聲音 也還有壓力了 但是如果哈馬是這樣發射火箭 到伊斯利的內部 而且是到最大的城市 Tel Aviv 那這個一定會熱虞伊斯利一般的人民 他們可能會支持 伊斯利人繼續打了 OK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聊聊 以色列的態度 伊朗是真的有想要停火嗎 不想 根本不想了 根本不想了 他們在這次哈馬斯的政治局的 最重要的人物在 在伊朗的酬度被刺殺 對他們來說 對伊朗高層來說 是非常非常丟臉的一件事情 好像他們的國防 情報等等都有破裂了 所以他們必須要保護了 而且他們保護的動作 不是要給伊斯利人知道 他們有保護的能力 當然他們也要給自己人 自己伊朗人的 要給他們一個交代了 所以他們有來自於國內的壓力 一定要保護 我真的認為將來幾天他們會報復 他們不會放棄報復的機會 所以這樣看起來伊朗一定會報復 所以成功的機率很低 停火的成功機率是非常低 我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 哈馬斯還要展現他的獎勵 另外伊朗想報復 伊斯利方面是 內塔耶爾想繼續打了 然後他的聯合政府 大部分的成員 政黨成員 他們也支持繼續打了 另外伊斯利跟哈馬斯已經打了這麼久 快一年 在這段期間之內就有一次停火 在去年11月 所以好像兩方面 哈馬斯跟伊斯利 他們自己的停火醫院 他們的willingness 停火的willingness 其實也不高了 大家都不聽 那以色列他不想停火的原因是 納坦雅胡不想停火 那原因是什麼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我剛剛講到說 以色列現在好像看出來 內部也有自己的分歧 這國防部長跟總理之間 這個意見還蠻相左的 是這樣嗎 所以你如何看現在以色列內部 還有包括你剛剛也提到 這個民意的部分 說伊朗現在發射這兩枚 會讓民意更加的想要報復 這樣是不是反而是 中了納坦雅胡 他更得力的 我們要回到去年11月7號 被以色列被攻擊的時候 納坦雅胡立刻說 我們要進行這個戰爭 我們目標是要剷除哈瑪斯 所以很明顯哈瑪斯還沒有完全 100%剷除了 除非哈瑪斯放棄 他們的武器是不可能的 但是除非他們提前放棄 說我們要投降的話 那納坦雅胡願意繼續打 達到完全100%剷除哈瑪斯 但是我們也知道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真的是沒有100% 那納坦雅胡願意繼續打 所以他就會繼續 如果真的有停火協議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停火協議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沒有準備好 為什麼不知道哈瑪斯會攻擊 以色列這件事情 所以只要繼續在戰爭的時候 那納坦雅胡知道不會有這個調查 不會開始了 他一達成一個協議 會有選舉 也會有這個調查 開始了 而且這個調查 我們可以猜 調查的最後結果 可能是會對納坦雅胡非常不利的 對 所以他很想地位這個調查 那這個美國總統大選也快要到了 怎麼可能以色列也不甩美國 自己做自己的 是這樣子嗎 那拜登會讓他這樣繼續做嗎 拜登已經進入柏角時期 對不對 雖然他是做總統 不是到11月投票日的時候 是到明年的1月20號 對不對 所以他還剩下4個月左右的總統時間 但是納坦雅胡還有其他國家的民主 已經認為這個總統在柏角期間 我們可以不理他 而且一天到一天 下個禮拜比今天更不理他了 下個月比今天會更不理他 不管是以色列或俄羅斯 中國大陸等等國家 他們知道柏角總統 我們可以不理他了 所以問題就變成說 下一個美國總統會怎麼看 這個加沙 戰爭 停火協議等等 那如果川普回來之爭的話 他會無限的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 會支持內塔納胡 更強硬嗎 更強硬的支持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第一個任期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經營美意的關係 他是非常非常支持以色列 不支持巴勒斯坦 建國等等 所以川普回來之爭的話 內塔納胡可以放心 因為他會知道白宮有一個總統 是非常支持他 不會批評他 如果川普回來之爭的話 他完全不會批評內塔納胡 不管是不管哪一方面進行這個戰爭等等 內塔納胡可以放心 可以繼續打 如果哈里斯當選總統的話 這個目前是一個問號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大部分的時候是支持以色列 但是他也是有來自黨內的壓力 就是民主黨的越來越多選民 希望以色列跟哈馬斯 可以達成一個停火協議 所以他也有這個壓力 所以如果他當選總統的話 他可能比拜登會強硬一點 就是會向以色列施壓 所以他的approach 他對以色列的政策 跟川普的政策 還是會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內塔納胡一直一直希望 川普可以回來之爭 我想要問問Ross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個人的想法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美國一直在幫助以色列 那這整件事情 從去年10月爆發到現在 以色列跟伊朗之間的關係 這個錯綜複雜 誰對誰錯 不管怎麼樣 Ross你怎麼看 我的確是伊朗錯的 對不對 因為伊朗 當然了 因為他們是想在這麼多地方 所謂的代理戰爭 不管是在Yemen 他們是Hutis 對不對 然後在加沙支持哈馬斯 在利益南支持真主黨 在Syria也支持 Syria 是敘利亞的政府 對不對 所以伊朗一直一直是 中東地區的 執照 麻煩執照者 他是中東的一個troublemaker 所以其實說實話 其他的中東國家 他們真的是不相信伊朗 他們真的是不相信伊朗 你自己呢 你自己也不相信 當然不相信 他們繼續支持這些代理組織 這個代理戰爭 就很明顯 不是美國是中東的麻煩執照者 目前真的是伊朗 中東地區的麻煩執照者 伊朗就說這個以色列長期之前 這個自治機構 他們這個總統快90歲 而且他已經多少年沒有舉辦選舉 所以不管在伊朗類誰之中 不管是右派左派中間派等等 巴勒斯特民真是沒有一個談判的對象 從伊朗類的角度來看 在西安真的是沒有一個談判的對象 所以目前真的不是談兩個方案的時候 真的要等到第一是 最重要是加沙這個戰爭要結束 第二是這個自治機構要翻新內部改革 伊朗類才會願意跟他們討論兩個方案 我還是認為大部分的多數的伊朗類人 也是在若是長期不是今天 但是長期也是支持兩國方案 巴勒斯特民可以成立建國一個國家 但是目前不是時候 等到先加沙停火才能去談兩國的這件事情 那拉斯自己怎麼看兩國方案這件事情 如果說真的順利實施 難道這個中東局勢就會比較穩定了嗎 你怎麼看怎麼樣 如果真的打大的話 中東局勢一定會比較穩定 為什麼呢 我們已經看到在川普執政的時候 有幾個巴勒斯王還有北非的國家 願意跟伊色列建交 本來他們的這些阿拉伯國家的立場 是除非兩國方案實施 我們不會承認伊色列 我們不會跟伊色列建交 但是說實在 其實這些阿拉伯國家已經放棄這個立場 他們立場已經改變了 他們認為在還沒有建國的時候 在巴勒斯坦還沒建國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提前跟伊色列建交 我們跟伊色列建交也是阻禁 巴勒斯坦在中長期可以建國 所以不管是阿聯酋 或馬拉伯 或其他的巴勒斯坦北非的國家 他們很明顯是願意跟伊色列建交 甚至沙坡地阿拉伯 如果還沒有加薩戰爭發生的話 不能排除沙坡地阿拉伯已經跟伊色列建交了 我想要再請教Ross最後一個問題 你覺得目前為止 美國跟中國大陸 誰在中東的影響力現在比較大 最近北京談成了北京宣言 對於中東局勢來說 相對的應該是可以讓他比較穩定吧 這個我不同意 因為阿拉伯斯坦的派系太多了 他們永遠不會團結 他組織的14個派系還不夠多嗎 他們沒那麼多 怎麼會有14個派系 這個顯示 他們真的很難團結 但是除非他們團結 伊色列也沒有一個談判的對象 這個也是事實 所以我剛說的 巴勒斯坦必須要內部改革 內部團結 伊色列人才會願意跟他們談兩國法案 所以中國大陸做的這個北京宣言 你覺得實質效果 不會有效果 不會有效果 完全不會有效果嗎 但是中國的確在中東地區 影響力是越來越大 但是目前美國影響力還是最大的 這樣子嗎 那你覺得接下來美國可能會 對於中東這邊會做些什麼樣的措施 我覺得不管是貿易方面或國防方面 大部分的中東國家還是認為 目前美國是最重要的夥伴 不是中國大陸 但是我不否認中國大陸的 對這些阿拉伯國家的重要性 也是越來越大 好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Ross來跟我們做中東局 這麼精彩的解析 今天晚上也會有更多的國際話題 我們在9點見片 由Ross持續加入我們 那就晚上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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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